欢迎大家收看农民营养师鸟养生 今天在这个山上偶遇到一种珍贵的树种 在我们这里因为都种上了这个安树了 所以这种树很难再见到它 今天在这里偶然发现了它 那个悬崖上好像还有一棵 只是它倒了 大家认识这种树种吗 你可不要小瞧它呦 它全身都是宝 它的作用可不少 在很多人的厨房里都有一种香料 叫肉桂吧 对吧 你的那个香料就是这种树长大后薄的树皮 而这一棵就叫肉桂树 这一棵还很小 倒了 刚才我把它扶起来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的这个叶子和别的树的叶子是有区别的 它的叶子也是认识它最好的方法 你看它的叶子基本上都是对生的 每一张叶子上来都有三条长的茎 大家看它的背面也是一样的 不多不少 就三条很明显的茎 所以我们只要认清楚它这个就可以认识它这种树种了 肉桂树除了它的树皮可以作为香料 那么它的叶子还有哪些养生作用呢 肉桂叶具有温中上寒 减表发汗的作用 我们有些人常感到这个手 手脚冰冷 四肢发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啊 就可以摘一点这个肉桂叶来泡水 带茶喝 也可以呢 在做饭的时候啊 加几片这种肉桂叶子在其中呢 这样呢 对这个减轻症状啊 是有帮助的 也可以啊 用这个肉桂叶啊 肉桂叶呢 这个足水来泡脚 或者是啊 热敷我们的关节痛的地方 这样呢 可以很好的缓解症状 用它煮水泡脚 对睡眠不好的呢 也有帮助 但对于自身体 这个体质偏热的朋友呢 也不适合饮用肉桂叶茶 以免呢 火气过旺 出现上火 距离应用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你还知道这个肉桂叶啊 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关注评论区 也可以在评论区啊 畅首预言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 收藏 长按点赞 由我相伴 我是龙明 也是米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